废柴大叔讲故事 第259集 精彩继续 林凡看着诚哥笑道 诚哥 那三十万呢 一会儿就能拿回来 你不用放在心上 还有呢 你们受了这么大的精神损失 自然也要补偿的嘛 对了 诚哥 我先和你说一下 我呢 最近缺钱 一会儿要来两千万 我用一千万怎么样 等以后我有钱了会还给你的 诚哥连忙摆了摆手 兄弟 这钱我们可不能要 如果没有林凡的话 他们别说要钱 这三十万都会白白地给别人双手奉上啊 林凡的眼中带着一抹笑容 哎 不要可不行 这是你们应得的 我能先用诚哥的一千万已经很知足了 诚哥还想要拒绝 这个时候王强上前开口道 呃 这位叫 啊 你我年龄也差不多 我呢 看起来更显老一些 就叫你兄弟吧 这位兄弟啊 我和你说啊 林哥他可不差你这点钱 你就安心地收下吧 这么和你说吧 林哥现在打个电话 随便叫人送来几千万 保诚排着队的有人送啊 陈哥张了张嘴 惊讶了好半天 这才点了点头 他能够看出来林凡不一般 几千万对于有钱人来说 还真的不算什么呀 林凡看着王强笑骂道 我可没这个本事啊 你别给我乱吹啊 王强黑黑一笑 嘿嘿 这吹不吹的 您还不知道吗 行了行了 咱们现在该做正事了 去收债 诚哥 王哥 跟上 咱们去收债了 我先给谭哥打个电话 没有谭哥的话太麻烦了 林凡想要的 就是让谭海去直接碾压对方 对付这种人 就得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做规矩 好嘞 林凡临走的时候 看了一眼 仓库里的两个宝癌 这两个宝癌 全程听到林凡的话了 正在犹豫 要不要打个电话 偷偷地报信呢 见林凡的目光 向他们看过来 纷纷地躲闪了 林凡到魏家的时候 谭海也刚好开着车子来了 见到林凡 脸上带着笑 林凡兄弟 真没有想到你还有这个爱好啊 你谭哥我可是很久没有仗势欺人了 没想到今天又要开始老本行呢 谭海脸上的笑容很有感染力 林凡也不由地笑了 谭哥 你这可是自黑啊 王强一直站在林凡身边 跟着黑黑一笑 林哥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谭哥在省城的名声 那是怎么出来的呀 就是顶着仗势欺人的名头啊 林凡看着谭海 眼中带着惊讶 没想到谭海这不是自黑 还真是干这种事啊 谭海被林凡的目光看得很不舒服 不由得老脸通红 啊 哦 这不是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吗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不一样了 呵呵呵 谭海说着话伸出手来 拍在了林凡的身上 接着他手又直接缩了回去 哎 林凡兄弟 你这身上怎么这么烫啊 林凡苦笑着 哎 我那是吃东西吃坏了 反正暂时还没事 以后再说吧 啊 这吃什么东西 能吃得身体这么烫啊 我看你这是生病了吧 赶紧去医院 让医生看一下 有病可不能拖呀 哦 哎呦 谭海的话说到一半 忽然停了下来 你看看我啊 我这差点忘了你自己就是医生了 你真的没事 谭海 你就放心吧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 我没事 就是吃坏东西了 谭海听他这么一说 也就没有再多问了 看林凡直接朝着魏家的大门走进去 他也跟在了身后 陈阁跟在众人身后 他们连呼吸都急促了 长这么大一来 别说这种大人物了 就连这种大宅子 他们都没有进过呀 门口的保安 见林凡等人到来 直接挥手阻拦 你们是什么人 找谁的 林凡没有说话 他看到谭海直接走上前去 眼中满是盛起凌人的模样 去把你们魏家的当家人叫出来 我记得好像叫什么魏仙吧 保安听到谭海直接叫出来魏仙的名字 眼中带着一丝凝重 不知道您怎么称呼 我这么直接去和老爷说的话 那老爷不止不会出来 还会责罚我的 保安倒是聪明啊 他能够看出来 谭海的气质不一般 这与那些做客的大人物 有着相似之处啊 谭海 保安点了点头 直接朝着里面跑了进去 果然 没过多久 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急匆匆地朝着这边而来 这个人 就是魏家的当家人 魏仙 他看到谭海的时候 脸上堆满了笑意 伸出双手 哎哟 谭诗之啊 哎呀 我听到有人说你来了 我还以为听错了呢 没想到谭诗之还真的来了 哈哈哈哈 来来来 里面请 他双手向前一伸 见到谭海 避开了他的双手 一抬头 看到谭海的面色不善 心中不由得一紧啊 诗之这个称呼 我可担当不起啊 谭海说着 重重地叹了口气 哎呀 我听说你们魏家 现在很厉害呀 林凡站在谭海身后 见谭海这副模样 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这才是谭海的本性吗 王强见林凡眼神怪异 想笑却没有笑出来 他上前解释道 银哥 看到没有 谭少爷这是收敛了 当年可比这狂多了 啊 呀 谭诗之可别这么说呀 不知道老头子 我是不是无意之中 那么那一夜之间 魏家恐怕将会不复存在 谭海看着魏贤 得罪嘛 倒是和我没关系 魏贤一口气还没有松下来 就听到谭海继续说道 不过呢 虽然没有得罪我 但是却得罪了我兄弟 你可是知道我是最讲义气的吧 得罪我兄弟 这可比得罪我严重多了 魏贤的心猛然沉了下去 脸色有些发白 他早就知道谭海找他来 绝对没有好事情 不过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来了 可身后的这些人 他一个认识的都没有啊 全部都是生面孔 他对着众人拱了拱手 各位兄弟 不知道得罪哪一位了 请您站出来一下 让老头子我也明白一下 我这老头子这么久了 一直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这无意之中得罪谁了 还真不知道啊 我是废柴大叔 喜欢的话 请多多支持主播 帮主播分享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